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子瑜医师 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明明吃的不多 也有运动的习惯 但是还是越来越胖 最近我的诊间 就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患者 她跟我诉苦说 明明年轻的时候 体态很好 而且也很好保持 但现在不管怎么做 体脂肪反而越来越多 而肌肉量则慢慢的流失 这种肌少加上肥胖的情形 就是肌少型肥胖 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组成跟荷尔蒙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般来说 肌肉量会在30岁时 达到一个巅峰 但是之后就会逐步的减少 到了40岁之后 每10年大约会下降8% 而70岁之后 每10年甚至会减少15%之多 荷尔蒙的失衡 往往是很容易 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隐形敌人 今天我们来看看 影响你身体的5种荷尔蒙 带你找回平衡 逆转这种越渐越胖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来谈谈 会同时导致肌肉流失 和脂肪堆积的肾上线皮脂醇 皮脂醇的作用 是帮助我们应对压力 短时间的压力 有助于提升肌力和心理调试 但是如果我们的压力 是一个长期存在 皮脂醇分泌异常 会加剧我们的胰岛素主抗 脂肪更容易囤积在 上背肩膀和下腹 尤其是内脏脂肪 同时肌肉也容易因此流失 甚至引发骨质疏松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 在压力大时都会变胖 有些人反而是会变瘦的 但这往往不是因为脂肪燃烧 而是因为肌肉和水分的流失 因为压力荷蒙 会使我们身体倾向 利用蛋白质作为一个能量的来源 那要如何改善呢 第一点可以补充美心个 第二点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避免压力的累积 第三点远离刺激性的食物 如油腻或是高盐 精致高糖加工的食品 甚至是过量的咖啡因 或是烟酒等等 那第四点可以适度摄取 有助于减压的食物 像是一些绿茶坚果 花野菜或是深海鱼等都很不错 第五点则是可以正念冥想 或是深呼吸 它呢有助于平衡我们的自律神经 疏解我们的压力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会造成肌肉流失的荷尔蒙有哪些呢 首先是睾固酮 睾固酮不仅是一个性荷尔蒙 还是全身性的一个荷尔蒙 它可以由肾上腺和生殖器官分泌 男女生都有 它有助于我们的蛋白质合成 维持我们肌肉和骨质的健康 并且也能够协助控制我们的血糖 调节胆固醇和免疫功能哦 当我们的睾固酮失衡时 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都有可能会经历肌肉流失 特别是在男生40岁之后 睾固酮会逐年的下降 除了会造成性欲降低 活力减退 还有可能造成肌肉流失 和腹部脂肪的堆积 导致一个男生出现腹部肥胖 和代谢症候群哦 那我们的改善对策呢 有以下几点 第一避免环境荷尔蒙 减少接触像是塑胶类 或者香氛类的一些化学制品 第二释放压力 冥想瑜伽按摩都是很好的方式 或者也可以适度的补充一些 含钙的食物 像是豆浆豆腐等等 第三适度的重量训练 改善我们的荷尔蒙 跟胰岛素主抗 第四补充含新的食物 像是蛤蜊或是南瓜籽 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下一个是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是由我们的脑下垂体 分泌的一个激素 儿童时期 它主要是促进儿童的骨骼生长 帮助他们长高 在成人身上 生长激素则负责维持 我们的肌肉生长以及修复 同时也可以增加我们脂肪的分解 它主要是在夜间睡觉时分泌 当我们的生长激素失衡 又加上睡眠不足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让我们的肌肉流失的情况加剧 那我们要如何改善 生长激素失衡的一个情况呢 最重要的就是 维持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像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一般成年人建议 大概七到九小时的睡眠时间 是充足的 那睡眠环境的一个维持 跟营造也非常的重要 像是让我们的室内 能够进行一个全黑的环境 或者在睡前 要避免滑手机之类的蓝光刺激 另外睡前三小时 最好不要吃东西 一方面可以避免掉胃食道逆流 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道 得到适度的休息 那我们在睡前 也可以泡个热水澡 或是做一些伸展运动 让自己能够放松 这些都是能够促进良好的 睡眠卫生习惯的一些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一些 可能加速我们脂肪堆积的荷尔蒙 首先是胰岛素 胰岛素失衡 是我们肥胖常见的一个原因 主要由于长期摄取一些 高糖高油脂的食物 或是频繁进食所引起 当胰岛素长期过度的分泌 身体会开始产生胰岛素的阻抗 导致胰岛素的浓度越来越高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时身体就会更倾向于囤积脂肪 燃烧脂肪的效率也会贬低 即便我们少吃或是节食 减重的效果仍然会不明显 甚至也可能让我们常常感觉到疲劳 或者是嘴长或是比较不耐饿 另外胰岛素阻抗和过多的脂肪堆积 会增加瘦素的分泌 当瘦素也阻抗发生时 大脑就无法正确的接受到 我们的饱足讯号 导致我们的食欲不断增加 造成过量进食和肥胖 一旦胰岛素阻抗跟瘦素阻抗 同时都出现时 饱足的讯号会被抑制 饥饿的讯号则会被火化 导致我们的能量失衡 那我们要如何改善胰岛素的失衡 第一 我们可以适度的补充一些美个心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增加 胰岛素的敏感度 让我们的胰岛素浓度能够下降 第二点 可以用211的餐盘比例 以拿捏每餐中淀粉的摄取量 同时要避免掉一些精致的淀粉 或是精致的甜食 以减少我们血糖的波动 三 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蔬菜 和适量的一些水果 里面含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C和E 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抗氧化力 也可以适度的补充一些鱼油 因为鱼油可以抗发炎 而且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胰岛素阻抗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雌激素 雌激素对女性有许多的好处 像是可以维持皮肤的弹性 骨质肌肉以及心血管的健康 而另一种性荷尔蒙黄体酮 则是雌激素的一个好伙伴 他们共同具有一个协同的作用 帮助我们女性稳定情绪 促进良好的睡眠 通常这两种荷尔蒙在体内 会保持一个平衡 但如果失衡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导致 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臀部 大腿 马鞍部和下腹部 特别常见在一些年轻的女性身上 那要怎么改善这样一个失衡的情况呢 第一是避免掉一些高脂高油炸的不良饮食习惯 以及减少过多的一些咖啡因或是酒精的摄取 第二要像前面提到的一样 我们要适度的放松 避免压力 也要避免在生活中接触到过多的环境荷尔蒙 三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食字花科的蔬菜 像是花野菜之类的 或者是呢 补充一些维生素B群 新跟美 因为呢 他们都可以增加我们肝脏代谢雌激素的一个能力哦 第四摄取足够的纤维质 像是属于非水溶性的深绿色叶菜类 或是水溶性的木耳海藻类 他们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健康 促进我们雌激素的一个平衡哦 现在点击右上方或资讯栏连结 加入初日医学官方LINE 免费领取独家增肌秘籍 轻松掌握增肌技巧 快速达成目标 有任何减重相关问题 也欢迎到初日诊所找我聊聊哦 前面我们从荷尔蒙失衡的面向来讨论后 下面呢 我们想提供给观众朋友几个自我检测的问题 来评估自己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积少的一个情况 第一 可以提提看 一个菜篮或是水桶 大概4.5公斤的重量 会不会觉得困难 第二 从房间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 会不会有难度 第三 爬10階的楼梯啊 会不会感到很累很喘 第四 从躺姿转换到坐姿 改变姿势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难度 第五 在过去这一年之间 是不是有增加了一些跌倒次数的一个情况 除了前述刚刚的那些问题以外呢 我们这边呢 还提供大家另外一个筛检的方式 如果家中啊 你有皮尺的话 你可以拿皮尺去测量你的小腿围 测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呈现坐姿 大腿小腿呈现90度角 然后去量测小腿最宽的一个围径 如果啊男生的小腿呢 小于等于34公分 女生小于等于33公分以下 就要小心有积少的可能性 家中没有皮尺要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其实就善用你的食指跟拇指 形成一个finger ring 那其实呢 这边呢一样呢 是去测量我们的小腿最宽的一个围径 当你的食指跟你的拇指呢 能够恰好框住你的小腿围 或是框住完之后 还有一些间隙的话 就要小心有积少的一个可能性哦 另外还有个整体的小提醒 要维持足够的一个肌肉量啊 一般人每天每公斤体重 应该摄取1克到1.2克的蛋白质 而对于已经在减重的朋友 则建议将摄取量提高到1.2克到1.5克哦 希望呢今天提到的调整荷尔蒙失衡的方法 能帮助你重拾良好的体态 别再让荷尔蒙失衡拖累你的健康哦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尝试这些方法的心得给我哦 最后啊提醒大家 虽然都是肌少型肥胖 但每个人的荷尔蒙失衡的原因 可能不太一样 如果你已经试了这些方法 却还是觉得减重很困难 欢迎到台北初日诊所找我聊聊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